大街上,男人一把抓住眼前的美女 远处的小帅看到了妹妹和王黎的转世 这一世,他们的名字不再是小美和大山 如今的妹妹是一名演员 王黎是剧组请来做顾问的一名刑警 原来两个人正在排练警察抓小偷的戏码 我给你帮我告诉你,我给你帮你 我好像是罩人似乎,我拥有了 我怎么会有罩人似乎我? 我什么是你心里的吗? 小帅很开心,两人再次因缘分碰到了一起 正如小帅看到的未来 他们在今生,甜蜜地生活在了一起 小帅再次来到加拿大 一个手拿蒲公英的女孩突然出现 在这个刚刚好的年纪,刚刚好的天气 女孩朝着小帅缓缓走来 两个人眼含热泪 终于孤独又灿烂的鬼怪等来了自己的新娘 两人再次来到那片麦田 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这一次,他们定会平安幸福地携手一生 至此,鬼怪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 大家对这个结局还满意吗? 我是小新,我们下部剧见